欢迎收看围棋手巾系列紧紧节目 今天我们继续来欣赏 立的手巾在收关中的变化 请看棋盘 现在轮到黑棋走 黑棋能不能在脚上找到关子便宜 这个棋呢 这个黑棋从外面紧弃的话 肯定是里边什么棋也没有的 白棋一补 什么东西都没有 所以黑棋一定要从内侧动手 点这是第一步 点的时候白棋当然是没有选择 这个棋非用不可 如果走到别处被黑棋一断 这三个子死掉了 这边也不活了 这就出大问题了 所以白棋皆是必然的 在此之后 黑棋要注意自己的手段 这里边有两种下棋的方法 一个往这边立 一个往这边立 哪个是正解呢 假如说黑棋 两个都不立去小间 这个是错误的下方 被白棋把这一挡 白棋这只眼位 已经实在在的立在这儿 黑棋再往脚里去走的时候 白棋叫吃即可 由于这里还有一口外棋 黑棋接也没有接了 白棋可以追杀 这个是黑棋这招棋 这个是黑棋这招棋叫自撞鱼器 大恶手 小间是不行的 脱这个也不行 被白棋一吃 这地方这个眼位变大了 这个也吃亏了 因为你打吃的时候 白棋提掉是先手 逼着你之后叫吃 人家接上 于是在没有这口外棋的情况下 你这只双活的眼又做不出来了 脱不行 小间不行 黑棋立这个 也是错误的下方 白棋在这个时候 可以往里一拖 这样呢 黑棋自己已经做不出眼位来了 这只白棋的眼位是很清楚的 因为你往前走的时候 白棋挡住 白棋有眼 黑棋没眼 你如果在这叫吃 白棋这招叫吃是好棋 黑棋再提的时候 白棋随便走什么都可以了 这个已经局部什么棋都没有了 变成了眼杀 所以黑棋点了和白棋接 交换之后 黑棋唯一能够出棋的地方是哪里 是在这 黑棋立岛 威胁什么呢 威胁要从这里拖进来 把你眼弄掉 白棋现在呢 如果在脚上扳 黑棋一拖 这要吃到包了 白棋只好接住 于是黑棋可以从外面紧弃 白棋这虽然有半只眼 但是 没法杀 杀不了这个棋 你如果走这个 他就接住 这是双火 双火呢 黑棋就达到了目的 白棋如果在这吃 那就更糟糕了 黑棋有可能不做双火 接上是双火 人家不做双火的时候 打结伤 这个棋白棋 自取灭亡 所以黑棋 在这个局部 这招立 是好棋 要求做双火 黑棋立的时候 白棋 应该在这边收棍 紧弃 逼着往黑棋 往脚里去 黑棋呢 现在撞是不行的 撞棋 被白棋接上 就算你扑 白棋提掉 你还是死棋 你立的时候 人家追尺 你走这个时候 人家在脚里再扑 什么棋都没走出来 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 光走出一个利的妙手 还不足以出棋 还要再会走这个利 把局部呢 彻底的搞出棋来 这个时候 白棋这里是不活的 白棋 假如锦弃 白棋是可以吃掉 这三个子的 但是呢 黑棋有这个反教吃 吃这三个 你全部活 你是可以入棋吃三个 你一入棋吃三个 这一体你全死了 所以还是只好接住 于是黑棋找到了机会 可以把外边那口气紧住 这样呢 里边形成了双火 但是呢 黑白棋这样呢 木树 这边比刚才那个 从这边搬 做五眼双火 这个 稍稍便宜一点 也就是说 黑棋利用利的时候 这两个利 是作为局部出棋的关键 白棋 从这边收棋 比较细致 这个子 由于这个子是死子 白棋 黑棋这里 只有一木棋 这边要收棺 做双火 是白棋最善的结果 我们再来看一个 利用利的手筋 巧妙收棺的实战范例 请看棋盘 现在轮到黑棋走 黑棋 能不能最大限度 在脚上收点关子便宜 假如打吃 白棋提掉 这招棋呢 等于帮了黑白棋的忙 脚里什么棋也没有了 你不走 他要想把脚里棋补干净 也得自己花去提一手棋 这样脚里才算干净 所以这招 从外边打 是不到脑筋的下法 帮了对方的忙 黑棋直接从里边打 现在还出不了棋 白棋提掉 黑棋虎 白棋接住 这两个子呢 气太短 你如果走这个的话 白棋往里一立 这是什么棋也没有 如果你搬也没有用 搬人家将来打到那儿去了 这里边呢是个眼吃 白棋有眼 黑棋没眼 所以黑棋要想在这里出棋 必须要利用立的手筋 多送你 这个是局部出棋的关键 黑棋立了之后 说白棋如果在脚上后退 那也不用讨论了 黑棋把这吃了就完了 黑棋作战已经成功 甚至黑棋还可以不依不饶地往里去 多占一点关子便宜 这已经是金鸡独立的棋行了 所以黑棋立的时候 白棋不肯后退 追吃 这也是必然的 这个里边现在多送了一个之后 这两个交换 让白棋这两边这口气都撞进了 叫吃 白棋现在提不提都一样 提的时候就再追着扑一下 非常重要 只能再提 黑棋在小间 白棋只好接住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 如果是刚才直接掐吃 白棋提掉 再走接 这两口气都没撞 现在黑棋在这里多送了一个 提到的效果 就是让白棋把这边这两口气 通通给它填上 白棋叫吃 黑棋再掐吃 白棋接也是一回事 黑棋叫吃 白棋提掉 黑棋再扑 白棋再提 黑棋再拌 这样的棋呢 棋型要注意 白棋这个棋 是可以吃到这几个子的 但是不敢吃 为什么呢 如果你接上 威胁下一步要去这叫吃 吃是吃到了 但是这是死棋 将来人家接一个 再做一个 做个刀瓣舞 全死掉 所以你不能干这种自舔眼味的蠢事 还有一种吃法呢 是从这里去叫吃 黑棋当然也没法沾了 问题是 你叫吃的时候 这里边就要出现一个结症 黑棋马上就算不走 你也永远不可能接上从这边走棋了 你至少还要提一个提两个 黑棋走了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黑棋走了之后 下一步要从这里叫吃打几节了 尽管这个地方的结症 是暂时还是对白棋有利的缓一细节 缓一细节 但是要问题是这个黑棋太轻了 黑棋这几个子死了 无所谓的 白棋要一打结打输了 问题可就大了 所以实际上走成这个样子的时候 白棋也还是不敢往里叫吃的 也就是说双方就这么放着 黑棋是吃不了白棋 但是白棋也不敢去吃黑棋 局部是一个双活的棋形 这样黑棋通过利的手机 就达到了在关子战斗中 夺取便宜的目的 巧妙地利用利的手机 在收关战斗中可以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请看棋盘 脚上看着白棋很安全 站得都很稳 但是实际上白棋的防线上 稍微有一点漏洞 就是气劲 现在的问题是 黑棋怎么样才能最好的收关 假如是笨冲 这个白棋当然看都不看就挡住 你再呛 人家就虎住 这什么棋也没有 这边毛病没有 这边毛病也没有 这个是黑棋最糟糕的收关手法 单走这个也没有用 白棋就补一个 你从这加的话 就算你这先手便宜了 所得也极为有限 因为你还要花一后手 才能把这个连回去 这个也不行 黑棋假如单班 白棋在这里跳 是好棋 这个一跳之后 这边里边就没棋了 你再恰的时候 他还是虎这个 你如果打 先打吃 他就接上 你这是冲不进来的 冲进来就变成接不归了 你要接的话 人一打吃 局部你又变成了后手 所以这个地方 收关的时候 黑棋要注意 行棋的次序一定要走好 黑棋呢 现在有两种收关方法 一种是重视 要把想办法 这边付点代价 争取把这几个吃下来 还有一种收关方法呢 满足于这边收点便宜就行了 第一步棋 试探应手 这步棋是好棋 这个很多朋友看了 说这步 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怎么这招走到这来了 白棋如果接住 这个不讨论了 黑棋一度过 已经便宜了 将来就算你铺 提 打吃 就算他不跟你做结 你再打吃 他接上 你还是得在这补 这个和刚才单班被人一跳防住了 什么便宜都没有 已经差了好几木器 所以先点 这个是一个很巧妙的试探应手手段 白棋如果走这个 结果和刚才一样 黑棋还是渡过了 白棋这还是要后手挡住 局部 白棋也不可能走这个 因为走这个 等于是送死 人家往里一冲 你这两个就没了 人家往里一叫吃 这个字就被人提起来了 这个是没有用的 局部白棋最强的抵抗手段是这个 弯住 黑棋这个时候 就可以进行下一步措施了 先断 妙手 适应手 假如你从这里叫吃 黑棋这个打吃变成先手 那这个角里是毫无疑问的出棋了 这个白棋气紧 你唬到这时候人家叫吃了 你接到这时候 人家一断 这先手楼过了 这个棋子这边已经便宜大 所以黑棋断的时候呢 白棋不能从这边打吃 必须要从这边打吃 黑棋要想争取吃这四个的肉 要在这边呢 先晃对方一下 先搬这个 把这个子送死 看你是不是去吃 假如你后退那都是不讨论了 他又回到这个先手官子了 假如你一定要吃这个子 黑棋在局部 这就可以利用连打的手段 进行巧妙的收官 再打 白棋永远不能提 也因此这边叫吃了 白棋只能接回去 于是这些次序 都达到了让白棋这个气 撞紧的目的 黑棋这招利 就因运而生 黑棋利了之后 白棋如果去提这个 黑棋这还可以多颁盖一下 逼着白棋去吃这个 这样呢 局部已经变成了 金鸡独立的西行 这四个子 已经给黑棋吃到 当然说白棋在这里提了 提了以后 这边黑棋官子损了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这是黑棋的选择 实战中 这个是一种变化 还有一种变化是什么呢 黑棋断白棋吃的时候 黑棋不想在这边先损 比如说这个子没有 他先走这个 打吃 然后龙吃被白棋提过去 白棋再搬上来说 这个价值不比吃这几个子 价值小 也是 有这个问题 这样的黑棋单把 如果满足于单把这个子 连回来就可以了 黑棋这里的转换 兴棋次序 先例 这条例考验白棋的应手 白棋现在这边没有便宜 他不能无缘无故的 把这几个子弃了 只好在这里叫吃 于是 黑棋这个搬度的手段 又出现了 白棋现在不能走这个了 走这个人叫吃 你再接 人再叫吃 一气吃了 这个白棋不行 所以 黑棋先例把这个变化 索性走完了再搬 也不实为定型之好棋 白棋只能后退 于是黑棋接住 白棋打吃 黑棋接住 白棋还要补 黑棋通过这个 一段一粒的伏击手段 巧妙地达到了 把这边的棺子便宜 收入囊中的收官目的 我们再来看一个 利用粒的手段 收官的站立 请看棋盘 用下这个棋形呢 是经常会在实战中出现的 白棋这一小结了之后 看来把这个两个子 控制住了 很早时间 这个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现在脚里呢 情况不太一样 黑棋在这个局部呢 是有手段 黑棋直接想从这里渡 是渡不过去的 如果你断 白棋叫吃 如果你接上 白棋接住 这边这几个子 没有办法 和外边这块棋对上 脚里边这个棋 你如果走这个时候 白棋还可以立下去 白棋 这边的棋很长 你如果搬这个 白棋打吃在这 这个子连不回去 白棋是活的 这个是 黑棋失败的 作战手法 这个局部应该走什么呢 黑棋这里搬不行 想求求度过不行 这边也拖不过去 所以只能在就地 做点文章 现在 这个一路立 是出棋的妙手 这个一路立了之后呢 看白棋怎么应 白棋如果在脚里补棋 这个大家 叫相安无事 黑棋 这回渡过了 白棋冲 黑棋就挡住 白棋如果走这个 黑棋可以从一路上渡过 黑棋这样渡过之后 这边这几个子 就被白棋 就是白棋这几个子死掉了 黑棋作战大有收获 这个呢 黑棋这个立 就达到了目的 黑棋立的时候 白棋如果在这边紧弃 黑棋 小尖是好起 白棋捅不下来了 也不能打吃 打吃 黑棋接住 白棋紧弃 黑棋叫吃 局部对杀 这个是白棋差异器 白棋 如果从这边紧弃 黑棋就接住 局部呢 将出现一个截 一扑 一截 再打吃 再提截 局部一旦出现截症之后 这个黑棋当然是成功了 因为这个棋 黑棋很轻 白棋这个地方 一打截打输了的话 就全部都要死 这个是白棋受不了 白棋 这个地方 出截 它是不行的 所以黑棋立的时候 白棋走这个 白棋就有顾虑 黑棋立的时候 这样的补法 没有紧住这口气 黑棋这一小间就渡过了 所以白棋要想想 是不是有最顽强的 抵抗手法呢 可不可以走在这呢 这个又要引出一个 复杂的对杀变化 白棋这气紧了之后 黑棋这边渡不过去了 如果小间 白棋一走 一路的渡过没有了 这三个子死掉 拖当然也过不去 白棋简单的一挖 这就一戏吃了 所以这个挡之后 黑棋这三个子 从这边 已经没有了 施展手段的余地 问题是 黑棋一立的时候 白棋一挡 这边白棋就撞了一口气 黑棋 这个手段就出来了 威胁要吃倒包 白棋只好接住 黑棋呢 又可以在这里办 这都是 锦气办法 下边你如果 从这边锦气 黑棋从这里一扑 要求这边 收棺子便宜 白棋如果说防这个结 这个结防起来还挺累 你这个不能自己扑进去 那是造结 你要防结只能这样防结 问题是 这锦气 撞了一大气 黑棋一接 白棋接 黑棋往里送吃 白棋提掉 黑棋再扔 一看这局部对杀 居然变成了 黑棋快一气 这个白棋不是防结了 是送死了 所以黑棋要结 白棋接住 黑棋在一路搬的时候 白棋在这边已经动弹不得了 这个打都不能打 打的话 黑棋接住 你不能消结 你必然面对着 人家要扑结 这个大龙整块都变成打结火了 所以黑棋搬的时候 白棋只能走什么呢 没办法 只能在这紧气 看着黑棋 扑结 这个结已经算 白棋要退让了 打不过 因为黑棋太轻了 白棋只能接住 黑棋提掉 白棋只能提在这 白棋是活了 这是没问题的 问题是黑棋 这边还要小尖欺负他 白棋只能委屈 求全的在做这个演 这样 通过黑棋这一个力的 收官手段 黑棋已经先手的 把这边的脚里的木 已经全破掉了 这边还得到了一个先手小尖 这个黑棋 毫无疑问的是作战成功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一个 利用力的手筋 收官的例子 请看棋盘 现在轮到黑棋走 问黑棋怎么样 才能在局部占到最大的便宜 这个地方呢 白棋的弱点 是气急 如果黑棋直接搬 白棋打 黑棋接 白棋补 这个什么棋都没有 这个是黑棋失败 你光得了点 这么点的棺子便宜 被人家空都盛上了 你什么都没得着 所以这个 不是最好的 收官手法 从这边搬 当然就更错 白棋接 你只好吃 人家接住 你往下送 白棋挡住 这个地方 最多你是将来 从这边 占点小官子便宜 这两个子死掉了 白棋又把自己的弱点 都补掉 所以这个地方呢 要求黑棋 能走出更进一步的 凶招 先断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步棋 白棋现在 退无可退 这个是 当然要吃掉 然后黑棋再从这里打 白棋现在也不能放弃啊 如果你从这里打吃 黑棋提掉 白棋接住 再一看黑棋这里 还有将来是 讨厌的收官手段 或者还有什么班的之类的东西 欺负你 这已经拔掉了 当然也算是 黑棋成功 所以白棋这个便宜也不能让 黑棋这个利 白棋也没什么好看的 必须挡在这里 把这几个子救回去 问题是 在这之后 黑棋到底能不能出棋 这个棋要走不出棋来 这地方呢 前面这些准备工作 就都白做了 这个时候呢 从这楼吃 这个变化是不行的 你退 白棋从这里立倒 黑棋紧气 白棋叫吃 你什么便宜也没占到 这个搂打不能出棋 要出棋 只能想法利用这两方的 残子 这个棋要先立这边 妙手 这个一立 白棋的弱点就出来了 白棋如果从这边紧气 黑棋这个立 金棋独立 看得清清楚楚的 把这三个吃掉了 走这个也是一样的 这一立 也是金棋独立 所以白棋这两气是不能紧的 白棋如果去紧这一气 黑棋这边立 第二个立的妙手出来了 白棋如果吃这个 黑棋先手就把这三个吃掉了 白棋如果去吃这个 这地方黑棋这三个子 巧妙地宽出了一气 白棋这里都不入气了 于是黑棋在这里一搬 白棋全死了 所以 这个第一个立和第二个立 这是连环妙手 白棋只能满足于去吃这三个子 这样黑棋就把这三个吃掉了 黑棋立这个的时候 白棋如果去这里补齐 把你这第二个立防掉 黑棋在这边一点 这个是收官的妙手 白棋走什么 局部都已经变成了黑棋快一气 所以白棋没有时间去补这个 在这个局部值得要注意提醒的就是 黑棋不能走错次序 这个棋不能先立 假如你以为一样的那可就错了 你立的时候他不是去吃这个 他可以吃这个 黑棋现在在立这个的时候 白棋现在做这个眼了 那么说刚才黑棋立的时候 不能怎么 他不能直接做这个眼呢 他不能做这个眼 他做这个眼你不是立这个 你是这么吃去了 这个要开大截了 这个白棋受不了 所以黑棋一定要先立这边 黑棋假如先立这边交换完了 白棋打吃 黑棋再立的时候 白棋做这个眼了 黑棋从这边紧气 白棋提掉 黑棋紧这边 白棋紧这个气 这样一看 对杀是白棋快一气 所以黑棋什么也没有得着 所以在这个地方 黑棋次序一定要走对 出棋的时候 一定要先立这边 逼着白棋把这棋撞完了之后 黑棋再立这边 这个才是正确的收官次序 今天的节目就请大家欣赏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中国围棋第一传媒 天元围棋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